如何白嫖两个数字版PS5游戏 不过这个白嫖也是有条件的 首先得进入PSAPP 苹果安卓上面都有具体获得方法 自己找一下 在APP的底部 左侧第一个 来到上面 这是我的账号 账号右侧有一个红点 我这写的是2 点一下 这是我当前的级别 后边有一个2610个积分 这说明我已经在港服商店 一共花了2610港币 一港币兑换一个积分 这个积分是可以兑换余额的 可以用来购买游戏 点一下这个积分 下面有一个积分历史记录 上次花了一个470 560 540 380 这是最近的 然后再往后退 下面有三个按钮 活动奖励收藏品 我们进入一个奖励 奖励往下拉 有两个 这是1000积分 换40港币 右侧是4000积分 换160港币 我们点击左侧这个 我现在有2600积分 应该能换两个40港币 点兑换 所需要1000积分 兑换后还剩1610积分 然后输入密码 输入之后 点击下面的兑换奖励 非常感谢 您已经为电子钱包充值 金额为40港币 还剩1610积分 但是现在这个PS5游戏 400块钱的很少了 现在支柱侠预购 普通版568港币 那400港币就不够了 还得兑 继续 再兑换1000积分 另外这个积分 好像只有两年时间 两年时间 如果你不用的话 这个积分就作废了 再兑换40港币 兑换成功 我还剩610个积分 现在钱包余额是80港币 可以买一个60 不对 还差很多 不对 我是算错了 现在电子钱包余额为80港币 一个是换40 我想到了换400 我这个脑子 这610个积分是不能兑换的 比如我现在再花400港币 或者500港币 买个游戏 或者充个会员 它又会给我返还400个积分 400积分加600个积分 那又可以换40港币 那就是120港币 哎呀 120港币 距离一个游戏 500港币还是差不少啊 本来我还想换俩游戏 太冲动了 太冲动了 杯水车薪 但是了胜于无吧 行 这个视频就分享到这 给各位参考